获得参赞资格 是左手横卧球板两面反交打法 在战术战局上 已经没有资格了 和我一起陪伴大家评论这场比赛 您觉得是跟心理上有 他们全是打细腻打辫 好帅是打的是清零 许欣是打的 整个一个打的纸板的一些意识 就是说形式很好的 但是樊振东他毕竟有漏洞 就是短球比较差 所以许欣在衔接跟后边的球 他一定要处理好 所以他不同的准备 是 也就要一拼到底 好的 哎呦 漂亮 拉球 拉球都带有侧弦 并且这个弧弦是贴网而过 观看这场比赛 回白 综合起来应该说打法上稍有无事 是 是 哎呦 哎呦 再发力 还是机会 许欣拼命放 放起来 再高点 正短 高点 但是就是说 有时候胜利再忘了 你看就这么好 好球 许欣这把球胆子很大 在第一时间快速的批长 他很危险被对方抢拉 但是许欣反应很快 好帅呢 在反手拉球的时候下网 第一局我觉得李日导对许欣来讲非常的关键 尤其是因为好帅在领先情况下许欣能翻盘 许欣又握着一场的胜利的话 对他的士气 包括下边发挥都有很大的好处 从这个组的话 整个形势就组合 跟对手来说 他们也都是分析的 了如指掌 男子单打的比赛资格 那么这场获胜的话 他们将重新打出来 连胜两场的这位选手将获得资格 好帅跟许欣其实在前三个回合他有一点优势 就是他的台内短球 乱他的阵脚 这是他的好帅 你收放自如 快慢 都可以自己 特别对 他就说欧洲人为什么更转 所以这也是 正好是应该更像刘国梁 马林这种选手 就是说在前三板的争抢上 在一座美得让您吃醋的地方 对 因为郑江处巷 巨大的支持 也是我们选拔 拉起来 也是效果最好 就是在前台 最痛快啊 在前台那个中 自己的进攻线路有变化 好球 比分一直落后 一直找不着感觉的情况下 拿下来了 刚才的画面是许欣的教练 也是来自郑江级的世界冠军秦志简 很坚定 坚定 好 再测 这个球许欣把握住了侧身的时机 对方偷袭底线之后 看 之后的第二板 第二板 其实郑江也没有想到 他可能现在就不会像许欣 在场上这种争强意识啊 推广跟发展运动 这个 我们也考虑到竞争 竞争的形式 来能够打造运动员 尤其在我们把这个奥运会 现在过了半年 一年之内 它是很难 就是要夺取世界单打的关注 是 归根结底 到最后 对 最终的高度 对 好漂亮 现在 随着比赛的进程啊 这个许欣已经逐渐的 找到了场上的 这是好帅进攻 我就是以攻对攻 有机会我攻 破釜沉舟 一个调动 纸板的正手 然后再压回它的反手 它在前提保证 就是第一板 你调动正手的话 反弹 现在打成6比4 反弹 现在打成6比4 反弹 现在打成6比4 刚才那个球 手拉得很大 又想搓 又想挑 不是很流畅 但是到中局的时候 第二局 还是改别的 本来打成6比4 包括现在的 技展数发挥 今天应该是 我许欣持久领先以后 还是出现这问题 你刚才一样 跟8比4领先一样 好球 许昕 拿下了这场比赛3比0 这次的比赛当中 就在第一时间 获得了巴黎试图